平洞县政府于今年3月29日 发出全台第一张合法无动力飞行场证 给予陈租三地门赛家村死有地的业者 却引发地方不满 五个多月来 平洞县政府多次居中协调 让业者与地方迷代表及居民面对面沟通 终于达成协议 草拟了赛家无动力飞行运动利益分享契约书 送交赛家部落会议进行表决 你要40%要回馈到赛家 你没有赚钱 你至少还是要30万给赛家 既然人家都那么的关心 那我们当一个业者 我们为什么不做回馈呢 如果大家一起跟部落一起来发展 把这个地方带动起来的话 用这种心愿的话 我相信你这个40%不会认为太多了 飞行场业者允诺 每年将回馈四成盈余给赛家部落 共同促进地方发展 除此之外 分享契约书内容 还包括无动力飞行场 既有故宫需求 应以赛家部落居民为优先 契约书一年一签 并需经赛家部落同意 才可续签 可以的话来举手 好 大部分 占很多人来举手了 那这个是我们等于是一个民意的 部落会议进行表决 契约书内容取得多数居民同意 签约仪式将在9月12日举行 评论县政府表示 C家无动力飞行运动利益分享契约书 一旦签订 将立下私人企业 尊重并行使原机法第21条的全国首例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评论新闻 张如一 柳建荣采访报道